关于这个话题,还没有人写出一锤定音的文章,因此到处都有号称具备机械天才,观察敏锐,判断精准的人,毫不犹豫地宣称,这个自动机械装置是具纯粹的机器。 它的动作没有人为干预,认定这是人类最令人惊奇的发明。 埃伦·波·梅尔策的西洋旗机器之谜,1836年,强调为原文所加一。 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场对人类智慧的艰苦挑战,可不是一张舒适的吊床,让我们躺在上面等着机器人努力来伺候。 诺伯特·维纳上帝与魔像股份工四年 在2021年4月号的《经济学人》中以《未来的工作》为专题报道,言辞批判,有人担心劳工见领不平等,工作机会减少的处境。 早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有人一直哀叹着劳动的世界,总相信以前的日子比现在好,总觉得今日的劳工受到前所未有的恶劣待遇。 报道认为,担心AI造成的自动化实在是起人忧天,众人对劳动世界的普遍看法多半是错误的观念。 报道中对于生产力变车,明确提出另一种表述。 事实上,靠着自动化降低生产成本,就能创造出更多产品与服务需求,并让难以自动化的工作大有成长。 经济体需要的超市收银员或许少了,但众人需要的按摩治疗师却多了。 最后报道的整体评估认为,劳动世界的前景一片光明。 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也在2022年初提出类似的结论,将其作为该公司与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与达沃斯举办策略合作关系的一部分。 主张,全球许多劳工有时会将改变视为威胁,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伴随这种想法而来的则是对于自动化取代人类的担忧。 但如果不要只看新闻头条,会发现事实证明情况刚好相反,不论是要扩充现有厂房或是新增厂房Greenfield,第四次工业革命,4IR的科技进步都让生产效率与成长得到提升。 这些科技正创造出更多不同的工作,使制造业改头换面,有助于打造出让人愉快、觉得有价值、可以永续的质押。 经济学人与麦肯锡传达的想法,正是许多科技企业与专家的观点,都认为对AI与自动化的担心只是启人忧天。 至于皮尤研究中心则调查学界与科技龙头,并从中整理出100多人的想法。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虽然AI确实有缺点,但对经济与社会有广泛效益。 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可能造成某些颠覆与破坏,例如某些工作消失,但这种转型成本实在无法避免。 上述观点充分显示在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中引述一位专家的看法。 未来12年间,AI会让各种专业做事更有效率,特别是关于救命的专业,例如个人化医疗、警务甚至是战争,能将攻击集中在破坏基础设施,而不是杀死敌方的战斗人员与平民。 这位专家也承认,当然也是会有缺点,像是某些机械性重复的工作,例如运输司机、餐饮服务、机器人与自动化等,失业率会上升。 但我们不该对此太过担心,因为同样一批科技企业家会用慈善事业来加以平衡。 像是比尔盖兹,在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就说,这些成功人士能够用新的产品与技术来帮助不幸的人,就有机会既做好事又能裁员广进。 他宣称,真正的挑战在于设计出一套体系,由包括利润与认同在内的市场诱因来推动便辟。 目标是改善无法充分受益于市场力量的人的生活,他把这套体系称为创造性资本主义,并定下一个慈善目标,希望所有人都在接下来的一年之中开展一项创造性资本主义专案来解决世界的各种问题。 但我们在本章会指出,这种愿景本身就是一种幻觉。 AI幻觉,认为只要有聪明的企业家带领开发新科技,包括智慧机器,就必然能得到源源不绝的好处。 就像当初雷赛部坚信运河能让投资人与全球商业都受益,一个本来只是根源于单纯想法的愿景, 让精英人士得到钱与权,也让精英人士把科技推向监控与自动化。 就算要谈智慧机器能发挥怎样的数位能力,也无异于这项愿景。 数位科技本来就是通用的,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发展方向, 而要决定发展方向时,该聚焦在,该聚焦在,它是否有助于让人类达成各种目标,我们称之为机器实用性。 在过去,正是因为鼓励使用机器与演算法作为辅助,为人类赋能, 因而带出有着极高机器实用性的种种突破性创新。 相较之下,对于机器智能,intelligence的迷恋, 带出的却是大规模的资料收集,削弱劳工与公民的权利, 导致众人争相将工作自动化, 即使这一切还只是差不多凑合着用的自动化带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样得到的生产力效益根本就不高。 而透过自动化与大规模资料收集, 掌控着数位科技的人变得荷包满满,这点也绝非巧合。 AI梦想的领域,人们对于数位科技的进步感到兴奋, 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对。 新机器发展出的功能确实拓展人类从事的领域, 并且让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变得更好。 事实上,目前我们的生活已经获得许多重大的进步, 例如OpenAI在2020年推出的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 GPT-3,以及同公司在2022年推出的ChatGPT, 这两套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功能都极其强大, 靠着从网际网路取得的大量文本资料来训练改进, 已经能够生成几乎如同人类所写的文章, 甚至是诗歌, 能够使用如人类一般的语言来交流,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还能将自然语言指令转成电脑程式代码。 软体程式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所谓的程式或说演算法就像是一份诗谱, 会告诉机器按照预先设定的输入资讯, 并一步步依序完成运算。 像是雅卡尔当初设计的织布机, 就是以几张打动卡来输入资讯, 启动一套设计精巧的机械流程来移动织布机的机轴, 织出打动卡上指定的设计。 不同的卡片就能织出不同的, 设计有些还极为精美且复杂。 现代电脑输入资讯时, 靠的是用一套限定的数值, 最常见就是数字0和1, 呈现为非连续性的数列形式, 所以我们称之为数位。 然而, 这种做法背后的整体原则 与雅卡尔的织布机一模一样, 就是按照工程师所指定的顺序 来完成运算或动作。 那么人工智慧呢? 很遗憾的, 我们对于人工智慧并没有一套普遍同意的定义。 有些专家将人工智慧定义为 能够展现出智能行为或高阶能力的机器或演算法, 但这些词汇的定义还有待商榷。 也有其他专家在看到像是GPT3这样的城市之后, 认为人工智慧的定义就是拥有目标, 会观察环境, 会取得其他资讯输入。 这一会试着实现目标的 GPT3针对Briton的营养能够接受Briton的营养能够接受Briton的营养能够 之前,就已经有人想到要将数位科技应用于生产过程, 例如各种数控机器设备。 至于过去70年在运算上的主要突破, 主要是设法用软体完成各种任务, 像是准备文件、管理资料库, 以及处理坏计事宜与控制库存等等。 软体还能用来创造新的生产制造能力。 在电脑辅助设计当中, 软体提高人们工作成果的效率与准确度。 至于对收银员与其他需要面对消费者的劳工来说, 软体也让他们工作得更有效率。 正如第八章曾提到过, 软体也推动自动化的发展。 如果想用传统软体实现自动化, 相关的工作任务必须是常规固定的, 具有可预测的步骤以及一定的施行顺序。 这种常规固定的工作任务 会在可预测的环境中不断地重复执行。 举例来说, 打字就属于这种工作, 至于编织或其他需要大量重复动作的 简单生产工作也属于此类。 现在的软体已经结合能与实体式, 借互动的机器, 将各种常规任务自动化, 完全实现了雅卡尔的梦想。 各种现代疏控设备, 像是印表机、电脑辅助车床, 也都能稳定做到这点。 对于工业自动化广泛使用的机器人技术而言, 软体也是不可或缺。 然而人类的工作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常规固定的。 人类这个物种所做的绝大部分事物, 多少还是涉及到问题解决的能力。 有时必须靠过去的经验与知识举意反三, 应对新的情况与挑战。 当环境不断改变, 我们就得灵活以对。 此外, 人类也很需要社交互动, 像是彼此之间的沟通解释, 同事之间的情谊相挺, 就连销, 费交易也需要友善的人际交流。 整体来说, 人类就是相当具有创意的物种。 以客服工作来说, 就需要同时具有社交与问题解决的技能。 顾客遇到的问题可能有百百种, 有些极为罕见, 也有一些完全就是特例。 如果只是旅客错过班机, 想搭下一班有空位的航班, 这还算是相对简单的问题。 但要是旅客抵达错误的机场, 又或者现在得飞往新的目的地, 又该怎么处理? 现代AI的出现, 使得自动化开始涵盖更广泛的常规例行工作, 例如银行的出纳服务。 在AI出现之前的自动化服务, 例如使用自动柜员机ATM, 是在1990年代开始普及, 重点只放在处理像是提款这种简单的任务。 至于存支票, 就只能做到部分自动化。 虽然ATM能接收支票, 也能用磁性墨水资源辨识技术, 依据银行代码及账号来分类支票, 但剩下的其他常规任务还是得靠人类完成, 像是判断签名、 整理账户、 监控是否透支。 但有了最新的AI手写辨识与等缺测工具, 现在无需人类插手, 已经能自动完成支票的处理。 更重要的是, AI的未来应用是将自动化延伸到非常规固定的工作, 包括客服、 报税、 甚至是理财建议。 这些工作的内容还是有许多是属于可预测的任务, 能够直接加以自动化。 举例来说, 只要扫描薪资与报税表格, 像是美国的W2年度工资总计表, 自动输入资讯, 就可以计算税额, 也能取得各种账户资讯, 提供给银行顾客作为参考。 AI最近还开始插手一些更复杂的任务, 像是有些先进的报税软体, 能找出看起来可疑的费用或项目, 请用户再行确认。 用户也可以透过声控将问题进行分类, 虽然常常会有问题, 为用户带来麻烦, 最后必须等待真人提供必要写写注, 结果反而耗时更长。 以机器人流程化,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为例, 它是一种软体程式工具, 可以模拟人类如使用者操作它的步骤与程序, 然后就能自动执行任务。 目前, RPA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金融业, 处理放款决策, 电子商务与各种软体支援的功能。 其他重要的例子还包括自动语音辨识系统, 以及能从远端IT支援实物中学习的聊天机器人。 许多专家相信这种自动化潮流将会扩大到各式各样目前的白领工作。 纽约时报记者凯文·罗斯把RPA的潜力做出以下总结。 AI与机器学习最近突飞猛进, 打造出的演算法已经能够在某些工作的某些方面打败医生、律师与银行家。 可以想见, 随着机器人学会完成更高价值的职务, 在企业里的职位也会步步高升。 理论上来看, 这些叫人赞叹的新功能的确可以让人人都受益。 亚马逊、脸书、Google与微软的现任执行长都表示, AI在接下来几十年间将使科技改头换面, 往好的方向发展。 Google大中华区前总裁李开复也说, 最终,AI将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的正面影响, 而非负面影响。 然而,实际证据无法完全支持这些崇高的承诺。 虽然早在二十年前, 人们就开始讨论智慧机器, 但相关技术是到了2015年之后才开始普及。 至于AI领域的蓬勃发展, 则展现在企业投入大笔资金, 推动相关活动, 以及开出大量职缺, 招聘拥有特殊AI技能的员工, 包括机器学习、机器视觉、 深度学习、图像辨识、 自然语言处理、 神经网络、 支援向量机、 以及潜在语意分析。 追踪着这道明显的足迹, 我们可以看到投资AI、 聘用AI专家的企业。 多半经营的都是仰赖运用这些科技的组织, 例如精算与坏计、 采购与采购分析, 又或是其他各种与图形辨识、 运算及基本语音辨识相关的文书工作。 然而, 这同时意味着, 这些企业将大幅降低整体招聘的人数, 像是上述职位就会减少开缺。 事实上, 证据显示, 到目前为止, AI还是大幅侧重于自动化。 此外, 虽然确实有人说, AI与RPA正逐渐扩展到非常规固定, 需要更高技能的职务。 但直到今日, AI自动化造成的负担仍然多半落到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身上, 而这些人早已因为早期形式的数位自动化而受害。 再者,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AI应用对低技术劳工有何费劳。 好处, 相较于这一切, 公司经营者确实不整体为工带得准。 幸好, 至今, AI似乎还没有发展到会造成大量失业的地步。 就像第八章谈过的工业机器人, 目前的AI技术还只能做到一小部分的工作任务, 对整体就业影响有限。 然而, 科技发展的方向确实对劳工不利, 也正在毁掉某些工作职位。 科技最有可能造成的主要因素, 或许并不是创造出一个大家都失业的未来, 而是会让许多人的薪资更低。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 虽然AI承诺的大部分事情都失败了, 但减少对劳工的需求却成功了。 模仿谬误。 所以, 究竟为什么大家都爱强调机器智能? 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其实是机器与演算法是否对我们有用。 例如, 根据大多数定义, 全球定位系统可能称不上机器智能, 因为这只是在执行一套简单的搜寻演算法, 最早设计于1968年的A-Search演算法。 然而, GPS设备确实为人类生活提供极为实用的服务。 此外, 几乎不会有专家认为口袋型计算机算是机器智能, 但计算机已经能够完成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任务, 像是快速将两个七位数相成。 与其过分关注机器智能, 我们真正该问的是机器能为人类带来多大用处, 而这正是我们定义机器实用性的MU的目的, 把重点摆在MU上就能让我们走向更有利于社会, 特别是劳工与公民的方向。 但在进一步论述之前, 我们必须先理解为什么目前社会大众如此关注机器智能。 为此, 我们得要谈谈英国数学家艾伦·图林提出的愿景。 图林一直都对机器的能力深深抓迷, 在1936年, 他对于可运算的问题提出重大的贡献。 在当时, 库尔特·戈德尔与阿龙佐·丘奇已经回答如何定义可运算函数的问题, 也就是指出怎样的函数可以由演算法来运算。 但对于这个问题, 图林提出的思考方式则影响更为深远。 他想象有一台运算机来称为图林机, 能用可能无限长的纸带来输入资料进行运算, 例如执行基本的算术。 接着他下了一个定义, 只要某个函数能用这样的机器来运算, 这样的函数就属于可运算的。 而只要某台机器能够运算, 其他任何图林机能够运算的任何数字, 该机器就能称为通用图林机。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说人脑本质上就是一台非常附设, 杂的运算机所执行的任务也属于可运算的函数, 那么通用图林机就应该能够复制人类的所有能力。 但在二次大战之前, 图林还没有去探究机器究竟能不能思考接手人类职务又能做到哪种地步的问题。 二战期间, 图林加入最高机密任务的布莱切利庄园, 研究团队与来自数学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共同合作, 破解德国无线电通讯密码。 图林写出一套聪明的演算法, 还设计一台机器来加速破解敌军密码, 后来让英国情报部门迅速破译, 德国原本以为绝不可能遭到破解的加密通讯。 在布莱切利庄园之后, 图林持续战前的运算研究并迈出下一步。 1947年, 他在伦敦数学学会Lundemist Society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机器能够变得具有智能。 虽然与会者的反应并不友善, 但图林毫不气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1951年写道, 你不能叫机器帮你思考。 这是一句大家通常不去质疑就相信的老话, 而本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要对此提出质疑。 图林在1950年发表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 《论运算机器与智能》, Computinary Intelligence, 试图对机器智能提出一种定义。 他想象一种模仿游戏, 又称为图林测试。 有一位评估者与两个是一台机器进行对话。 评估者会透过键盘与荧幕询问一系列问题, 判断哪个是人, 哪个又是机器。 要是机器能不被抓到, 那就代表它具备智能。 按照这个定义, 目前还没有任何机器算得上是具备智能。 但我们也可以不要那么绝对地判断机器到底有没有智能, 而是去思考机器的智能有多高。 为了使这个概念更加具体化, 我们可以定义机器在某任务只要达到某种标准, 就叫做等同于人类。 换句话说, 机器在越多任务达到等同于人类的标准, 就代表智能越高。 图林对这个主题想得还更仔细, 他认为机器光是通过测试, 还不代表它具备真正的思维能力。 我不想让人以为我觉得意识这件事没有什么奥秘的成分。 举例来说, 就连想要研究意识究竟存在何处都会出现某种矛盾。 虽然图林有所保留, 但现代AI领域依然追随着他的脚步。 运用他所下的定义, 这种机器能够自主行动符合等同于人类的标准, 后续还能够超越人类, 专注于AI的发展。 大繁荣过后, 接着,多半就是大萧条, 人们对机器智能的迷恋常常导致过于夸大其词。 18世纪的法国发明家雅克德沃康松Valkinson 有许多发明, 包括设计出第一台自动纺织机, 以及开创出第一台全金属切削滑动车床, 堪称为工具机产业先例。 它原本应该在技术史上享有当之无愧的崇高地位, 但今天世人对它多半的印象, 却觉得它是个骗子, 因为它曾发明一只机器消化鸭, 会拍翅膀,吃东西,喝水, 甚至号称还会排便。 但排便只是个词。 假象,它只是让食物和水浸到机器鸭诸多隔间中的一个, 再把一些已经消化的食物排出, 让人以为是鸭子的排移。 在德沃康松发明消化鸭后不久, 匈牙利的沃尔夫冈冯肯佩伦发明出机器土耳其ルク。 它是一部自动下棋机, 之所以叫做土耳其人, 是因为机器上有个真人大小的模型, 身穿鄂图曼风格的长袍, 戴着头巾。 这具机器土耳其人打败许多著名的西洋棋手, 其中还包括拿破仑和富兰克林。 它还解开知名的西洋棋难题, 让棋士四处走动, 走遍棋盘每个方格, 而且每格只能走到一次, 甚至还能用字母板来回答他人的问题。 但很遗憾的, 这具机器之所以成功, 靠的不是机器智能, 而是有个专业歧视躲在里头。 在1950年代, 关于机器很快就能复制人类智能的说法, 曾吵得一片火热。 1956年夏天,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 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一场会议意义重大, 成为现代AI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该会议也是英文之人工智慧一词的起源, 让一群才华横溢, 从事相关主题研究的年轻科学家齐聚一堂。 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 即经济学家赫博·赛蒙, 在当时乐观地做出预测, 在20年内, 机器将有能力完成人类能做到的任何工作。 到了1970年, 达特茅斯会议的共同主办人马文·明斯基 在接受生活制查访时依然信心满满, 再过三到八年, 机器就能拥有如一般人的智能。 我的意思是, 机器将能够读莎士比亚帮汽车上润滑, 搞办公室政治, 讲笑话, 跟人打架。 到那个时候, 机器会以惊人的速度自我教育, 而且没几个月就能达到天才等级, 再过几个月后, 就能拥有难以估量的威力。 然而, 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人们开始发现, 机器很难达到人类等级的智能, 有时也称为通用人工智慧。 AEG 很明显的, 达特茅斯会议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成果, 这群AI学者当时做出的高远承诺全都没能实现。 于是这个领域得到的资金渐渐减少, 因而迎来所谓的第一次AI寒冬。 当1980年代初期靠着运算技术的进步, 专家系统Net System号称能够用电脑提供如同专家一般的忠告与建议, 也稍有成果, 让众人对AI又重新燃起热情。 这时也开发出一些成功的应用, 能运用电脑辨识出传染疾病与一些未知的物理化学分子。 很快的,再次有人声称, AI将能达到如人类一般的专业水准, 于是研究资金再次挹注。 只是到了1980年代末, 承诺依旧落空, 第二次AI寒冬再度降临。 至于第三波对AI的狂热, 则始于2000年代初期, 主要关注在所谓的狭义AI, 又称弱人工智慧。 目标在于金属特定任务的处理, 像是辨识图片中的物件, 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文本, 学会下夕阳旗或围旗等等。 而这时最重要的目标, 还是希望能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能力。 这一次研究人员的目标, 不再是透过数学或逻辑来复制人类的认知方式, 而是把各种人类任务转为预测或分类的问题。 举例来说, 辨识图像的任务变成 预测图像属于一长串分类列表中的哪一个。 此时期的AI已经能靠着大数据统计技术 把这种预测分类做得更加精准。 如今, 在几十亿人之间传播的社群媒体讯息 就属于这种大数据资料。 再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想辨识某张图片里有没有猫, 过去的方法是要求机器去模拟人类辨别猫图片的完整决策过程。 但现代的方法非但无需模拟, 甚至也不用理解人类到底是怎样做出决策, 而是先取得大量人类根据图像而做出正确辨识决策的资料集, 再将统计模型套到这些图像特征的大数据资料集。 删来预测人类什么时候会认为图片里有猫, 得到预测的统计模型之后, 就能再用这套模型来判断新图片达到准确预测的效果。 后来, 中央处理器与新的图形处理器速度不断加快, 让资料处理技术得以持续进步。 GPU原本是用在电玩游戏以产生高解析度的图像, 但后来发现它对于资料处理更是神兵利器。 此外, 微处理器及云端运算同样发展神速, 让资料储存也得到重大进展, 降低储存与存取大数据资料的成本, 并且能够更方便地跨卡装置执行大量运算。 机器学习进步的重要性也不在话下, 特别是透过像是神经网络之类的多层统计模型 所实现的深度学习。 在传统的统计分析里, 研究者通常会先提出一套特定因果关系的理论, 例如, 假设美国股市走势与利率有因果关系, 接着进行统计分析, 看看理论是否与实际资料相符, 来判断能否以此预测未来走势。 这种理论通常来自于人类的推理与知识, 通常是基于整合过去的想法, 再加上一点创意,以及几个变数之间可哈能的因果关系。 研究者把理论套到相关资料集上, 就能把整个资料集里面的个点连成一条直线或曲线, 并据此做出推断与预测。 研究者会在根据预测的成功与否在做诠释, 思考该如何修订理论, 或是将理论完全推翻,重新建构。 相较之下, 现代AI的应用并不是从明确的因果假设开始。 举例来说, 想要辨识某个图像时, 研究者不会先指出数位图像该具有的特征或重点, 而是会将多层统计模型应用于大量资料数据。 模型里的每一层, 各自主要负责不同层次的特定概念。 某一层处理的是图像的边缘, 找出大致轮廓, 另一层主要处理其他项目, 例如判断有没有爪子或眼睛。 尽管目前的工具已经演进成既复杂又先进, 但要是没有人机协作的过程, 还是很难从资料里得到正确的推论。 因为这样的缺陷, 我们还是得不断取得更多资料和更强的运算能力, 才能正确辨识出图像的模式。 如果是典型的机器学习演算法, 第一步会是把一个可灵活调整的模型, 套用到某个样本资料集, 然后根据结果来预测, 如果套用到更大资料集的结果。 像是如果要进行猫的图像辨识, 可以先有一个样本资料集, 里面已经标示出图片中是否有猫, 再用来训练机器学习演算法。 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模型, 用来对更大的资料集做出预测。 根据预测的结果表现, 又会推动下一轮的演算法改进。 这种新的AI发展方式, 已经带来三项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将AI与大数据的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 2021年,对AI产业理想破灭, 而决定离开的AI科学家艾伯托罗梅洛就说, 要是你从事AI工作, 多半做的事情就是在收资料, 清资料,标资料,拆资料, 用资料来训练, 用资料来评估, 什么都是资料,资料资料, 最后只是为了让一个模型说, 这是一只猫。 正是因为受到图灵的启发, 让大家强调要让机器自主, 才会如此强调要有大量的资料。 第二,这种方式让现代AI 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和可转移性。 当然,比起认出一只猫, 那些可扩展及转移的领域有趣且重要多了。 一旦从图片里认出猫的问题解决了, 下一步就是将执行过程 转向更复杂的图像辨识任务, 或是其他看似无关的问题, 例如判断某个外语句子的意思。 因此, AI有可能真的在整个经济 与R生活中普遍使用, 而这点虽然有好处, 但也可能有坏处。 在极端的情况下, 肯定有人会想要发展出 完全自主的通用人工智慧, 来做到一切人类能做的事。 以DeepMind共同创办人际执行长 德米斯·哈萨比斯的话来形容, 目标就是解开智慧的谜, 再用这个答案来解决其他一切问题。 嗯, 然而, 这真的是研发数位技术最好的方式吗? 这个问题通常会被大家跳过不谈。 第三,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这种方式是把科技进一步 往自动化的方向推动。 要是机器能够自主具备智能, 当然就会接手更多劳工的工作。 企业也可能把现在的各个职位 拆成更狭隘的任务, 运用AI程式与大量资料 来学习人类的工作, 最终就由演算法来取代人力。 我们之前曾提到, 过度重视自动化的背后 是出于一种精英主义的愿景, 觉得大多数人类既容易犯错, 做事品质也马马虎虎。 正如一个AI网站所言, 人类天生就容易犯错。 但另一方面, 这种愿景又相信 有些城市设计师是天宗之才, 能设计出复杂先进的演算法。 正如祖克伯说, 在工作上出类拔萃的人, 可不只是比那些优秀人才 好一点点而已, 而是比他们好上一百倍。 王景共同创办人 马克·安德森也说, 五个表现出众的城市设计师 就可以完全斩压 一千个表现普通的城市设计师。 如果采取这种世界观, 科技的设计就该交给最优异的人才, 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 来减少人为的错误, 减低过程中可能付出的成本。 这样一来, 用机器与演算法来取代劳工, 收集大量与人有关的资料数据, 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甚至还会进一步认为, 所谓科技的进步, 是达到等同于人类, 而不只是为人类提供辅助, 而这样的想法又与企业 削减劳动成本的动机一拍即合, 被低估的人类价值。 虽然新科技提升生产力, 导致许多劳工丢了工作, 大量资料数据被大企业所掌握, 但有时确实也能增加对劳工的需求, 提升劳工的收入。 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上, 新科技必须能大幅提升生产力。 但如今, AI多半只是带来差不多凑合着用的自动化, 有限的生产力的收益因而造成严重的问题。 当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时, 确实能够消除自动化的一些负面影响, 像是在一些尚未自动化的任务上增加对劳工的需求, 又或者因而扩张其他部门的就业。 然而, 如果省下的成本与提升的生产力不够, 就无法带来这些好处。 而差不多凑合着用的自动化就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种发展既取代了劳工, 却没能让生产力有长足的提升。 在AI时代只能得到差不多凑合着用的自动化也是释出有因。 人类从事的工作事物其实多半做的还不差, 各种技能多半是经过数个世纪的累积, 而以AI为基础的自动化如果只是把人换成机器, 自然很难获得白尺干头的成就。 像是先前有些企业一头热地装设各种自助结账柜台, 结果反而效率不佳, 也没能为固态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有些企业则用AI演算法取代过去已经对业务十分上手的客服人员、 IT专家或理财顾问, 但结果也往往不如人意。 人类所执行的生产任务通常混合例行与更复杂的活动, 涉及到社交沟通、问题解决、灵活性与创造力等等成分。 在这些活动中, 人类需要运用自己的隐性知识与专业知识。 此外,专业知识常常需要搭配当时的情境, 因此一旦将所有任务自动化, 便很难将随机应变转移到AI演算法里。 为了说明累积知识的重要性, 让我们以第四章提过的采集社会为例。 民族制研究显示, 狩猎采集者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能力极高。 举例来说, 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木薯是一种高营养块精植物, 能做成木薯粉、面包、木薯淀粉及各种酒类饮品。 但这种植物含有两种能产生氢化物的糖类, 因此具有毒性。 如果直接生、吃或未经适当加工, 就可能让人中毒,甚至身亡。 北美尤加敦半岛的原住民发现这个问题, 并找出几种去除毒素的方法, 包括将木薯去皮、浸泡一段时间, 然后长时间煮沸,并把水倒掉。 有些欧洲人一开始不懂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还以为这是原始、不科学的传统而嗤之以鼻, 因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现代经济当中,科技精英往往忽视人类具有适应能力与毒创力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城市的规划师和工程师常常认为, 想让车流安全顺畅,关键在于交通耗制。 但在2009年9月,英国沿海小镇波蒂斯西德尝试在一个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关闭红绿灯, 结果让许多专家跌破眼镜,驾驶反而更加小心驾。 是,很快就适应这种新的做法。 四个星期的测试结束时,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流量明显改善, 而且并未增加事故或受伤人数。 波蒂斯西德并非特例, 其他几场这种无红绿灯的实验也都得到类似的结果。 有些人会认为,在大城市,尤其是最繁忙的路口, 不设红绿灯绝对不切实际。 但这个实验结果让我们去思考, 当科技剥夺人类主动权与判断力之后, 有时候只是让事情变得更早, 而不是变得更早, 生产任务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类智能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能够配合情境与社会状况而调整。 人类就是因为能够理解并成功应对环境, 才能顺利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情况。 举例来说,当人们处在不熟悉的环境, 即使在睡觉或休息时, 也能对最细微的危险讯号有所警觉。 如果是在自己感到安全可预测的环境, 则能过往习惯的例行做法, 快速执行各种任务。 也是这样的情境、智能, 让人类能够应用情境中相关的资讯, 应对环境中的种种改变, 辨认不同脸孔与模式。 人类智能与社交脱不了关系, 还与下列三个面向有关。 第一,想要成功解决问题, 适应环境, 很多时候得从社群取得必要的资讯。 这就需要透过各种隐性或显性的交流, 像是模仿他人的行为。 而人类认知的一项重要功能, 就是诠释这类的外部知识。 这也正是心智理论所强调的基础。 心智理论就是在探讨, 人类为何能够推论他人的心理状态, 进而正确理解他人的意图与知识。 第二,人类的推理过程会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假设提出支持或反对的理由, 并在这个过程中评估自己的理解。 要是人类缺少社会层面的考量, 做出来的决策肯定会很糟糕。 缺乏社会智能, 就像是处在实验室的环境中, 势必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而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中, 则能够避免犯下那些错误。 第三,人类能够借由对他人的同理心, 以及从中感受到他人的目标与企图, 因而学习到更多技能。 正是因为智能具有情境与社会面向。 因此,即使一个人的认知分析能力, 主要反映在IQ分数上很高超, 但那并不代表他就能在各种领域获得成功。 即使是科学与技术专业领域的成功人士, 不仅需要拥有高智商, 还必须具备优秀的社交与其他能力。 对于大多数工作者而言, 如果具备情境与社交智能, 不但能够更具弹性地适应环境, 还能顺利与顾客及其他员工沟通, 提升服务品质, 减少错误率。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AI科技日益普及, 但许多企业求财更加看重求职者的社交能力, 而不是计算或技术能力, 因为不论传统数位科技或现在的AI, 仍然无法胜任于社交、互动、 适应力、灵活性及沟通有关的基本任务。 虽然如此, 但随着自动化逐渐缩小社会人际互动 与人类学习的范畴, 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让我们再次以克服为例。 训练有素的人类处理问题的效率高, 是因为能够和求助者建立社交连结, 像是对刚发生意外, 想申请理赔的人表示同情。 能够迅速掌握问题的本质, 他们懂得要与顾客沟通, 再以此为基础, 找出符合需求的解决方案。 而且,在人际互动的日积月累之下, 客服人员往往能把工作预做越好。 现在试着想象一下, 假设我们把客服工作拆成许多更细的任务, 接着把前端工作交给演算法处理。 但由于顾客的问题太过复杂, 使得AI客服难以辨识与有效处理问题。 于是在经过一连串的选单之后, 顾客才终于等到真人客服出面解决问题。 此时, 顾客往往已经心力交瘁, 真人客服人员则错过首次与顾客沟通, 见立社交连结的机会, 同时也很难从中获得进一步的学习与应变。 这样一来, 客服人员的效率自然又会受到影响。 不幸的是, 最后管理者与技术人员反倒还觉得, 看吧! 果然不能把太多任务交给真人客服, 我们还要再砍掉一些人力才行。 在AI圈里经常会忽略这些关于 人类智能与适应性的教训, 只是一心想把各种任务都自动化, 而不去思考人类技能可能发挥的作用。 2016年, AI在放射学领域大获成功, 得到众人交相称赞。 当时曾共同创造现代深度学习方法, 并荣获图领奖的Google科学家杰弗里·辛顿, 认为, 人类应该停止再培训放射科意识了, Shani Seppin的深度的学习就能超越放射科意识。 然而, 这件事并未发生, 而且从2016年以来, 对放射科医生的需求有增无减。 原因其实很简单, 想要做好完整的放射诊断, 人类所具备的情境与社交智能, 绝对超越机器。 事实上, 近期研究显示, 如果将人类的专业知识与新的技术结合, 效率还会更高。 以糖尿病患者为例, 这类患者经常因视网膜血管受损, 而形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而运用最先进的机器学习演算法, 确实能及早诊断出这项疾病。 然而, 如果先用演算法找出诊断较困难的病例, 再交由眼科医生进行诊断, 更能大幅提高诊断的准确度。 Google自驾车部门的技术长曾在2015年信心满满地说, 等他当时11岁的儿子长到16岁时, 已经不用再考驾照了。 马斯克也在2019年做出预测, 到了2020年底, 特斯拉会有100万辆全自动无人计程车上路。 但基于同样的原因, 这些预测最后全都一一落空。 正如前面提到的, 吴红绿灯实验所强调, 要开车行驶在繁忙的都市里, 驾驶需要具备极高的情境智能 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甚至需要有更高的社交智能, 才能对其他驾驶与行人所发出的讯号做出回应。 通用了爱的, 目前发现的一些路线, 是在图灵路障里的规则。 决定这个意思是通用, 打国的证, 这个系统已有长足的进展, 但就目前由人类处理的许多决策而言, 要想凭着目前的AI路线来破解人类智能, 甚至光是达到极高水准的生产效率, 都还言之过早。 在人类认知上, 与社交及情境层面有关的任务, 对于机器智能来说, 仍然会是巨大的挑战。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人们目前现有的成就, 就会发现, 把人类擅长的事, 情权都交给机器处理, 会有多困难。 举例来说, AI最为人乐道的成功案例之一, 是第一章曾谈过的Alpha Zero西洋旗程式。 有人甚至认为Alpha Zero具有创意, 因为它能够下出人类西洋旗大师未曾见过或想象的骑路。 然而, 这还称不上真正的智能。 首先, Alpha Zero的用途非常局限, 只能用来下西洋旗这样的游戏, 一旦超出这个范围, 就算只是简单的算术或是虚, 更多社交互动Alpha Zero都无力处理。 更麻烦的是, 目前还没有办法调整Alpha Zero的架构, 让它做到许多人类觉得很简单的事, 像是找出相似之处, 玩一些规则不那么严格的游戏, 又或是学习某种语言, 而这些事每年都有几百万个一岁小孩能够做得又快又好。 此外, Alpha Zero的西洋旗智能其实也非常局限, 虽然常常能够走出既符合规定, 又叫人赞叹的歧路, 但这种创意的性质却不像人类常常会做出的那种创造性活动, 能够在各种非结构性的不同环境当中做比较, 或是对各种全新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就算是GPT-3已经比Alpha Zero更通用, 效能也更令人赞叹, 但依然有其局限, 只能完成曾受过预先训练的任务, 而且也不具备判断力, 所以一旦碰上矛盾或不寻常的指示, 就可能被难倒。 更麻烦的一点在于, 这项技术并不具备人类的社交或情境智能元素, 因此执行任务时, GPT-3无法判断情境的脉络, 或从中推论因果、关系。 这套城市有时就连很简单的指令, 也会出现误判, 难以对不断变化或全新的环境做出充分的回应。 事实上, 从这些讨论还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问题。 统计方法虽然能够辨识模式做出预测, 但掌握不到许多人类技能的本质。 首先, 由于所谓确切的情境难以定义于编码, 也就很难应对情境的资讯。 统计方法长期以来还有另一项问题, 称为过度配式overfitting, 一般指的是为了想要精确呈现实证上的关系, 结果在统计过程参考太多的参数。 令人担心的地方在于, 一旦出现过度配式, 统计模型会把资料当中 其实无关的部分也纳入计算, 于是所做的预测或结论都出现失准。 统计学设计出很多方式来避免出现过度配式, 像是研发演算法时先用另一份样本, 而不是最后真正要应用演算法的样本。 尽管如此, 过度配式仍然是统计上的一大难题, 因为它与目前AI路线的缺点直接相关, 对于正要建立模型的现象缺乏一套真正的理论。 想要解释这个问题, 就必须先针对最后应用的目标, 了解有哪些不相关, 不是长久存在的特征, 从中对过度配式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认识。 让我们以区分狼和哈士奇这项任务为例。 对人类来说, 区分哪只是狼, 哪只是哈士奇并不难, 但这项任务对AI来说却很困难, 后来有某些演算法似乎表现得很不错, 但后来发, 现在是因为过度配式, 如果背景是都市, 像是有平整的草皮、 消防栓, AI就会判断为哈士奇。 如果背景是雪山那样的自然情境, AI则会判断是狼。 但这两种配对方式根本是不相关的特征, 原因有二。 首先, 人类不是用这样的背景因素来定义或分辨动物。 第二, 随着气候暖化, 狼的气地可能会改变, 因此城市需要能在不同环境中辨别狼之。 换言之, 正因为背景并非狼的决定性特征, 所以一旦周遭世界或环境改变, 这种判断方式就会导致错误的预测。 对于机器智能来说, 过度配式特别麻烦, 因为那会让人误以为机器的表现十分出色, 但其实错误百出。 举例来说, 虽然温度与各国每人平均GDP这两个变数 在统计上相关, 但并不代表气候会对经济发展 造成巨大影响。 原因可能只是在某段特定的历史中, 欧洲殖民主义对于不同气候的不同地区 有了不同的影响。 而对了, 但如果没有一套正确的理论, 就很容易误把因果与相关混为一谈, 而机器学习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在一种情况下, 演算法过度配式的影响还会更为严重, 那就是在社交情境中, 人类会不断对新资讯做出回应。 在这种时候, 整个需要判断的情境会不断因为人的反应而改变, 甚至这种改变正是因为有人参考了演算法的资讯。 让我们举个经济上的例子。 当某人想要应征某个职缺, 这使演算法可能会以职缺远远类少于应征人数, 判断此人的决定是错误的, 并加以纠正。 而不管先前曾用怎样的方式来消除过度配式的问题, 例如区别培训用与测试用的样本资料库, 问题还是可能存在, 例如两个样本资料库都属于还有诸多职缺的情形。 此外,正因为这是个社交情境, 所有人都会不断依据现有证据做出回应, 所以未来的情境很有可能还会改变。 举例来说, 由于太多人被演算法鼓励去申请某个职缺, 会让申请应征的人数超过职缺数目, 那么这个职缺就不再是个理想的选择了。 要是机器智能无法从这种情境与社交层面 来了解人类的认知、掌握, 人类行为会如何动态调整, 那就会不断地碰上过度配式的问题。 AI缺少社交智能还存在着其他隐忧, 虽然AI能够运用大批使用者的资料数据, 以此了解资料中的社交面向, 但目前AI仍无法善加利用人类对事物的理解, 是靠着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性模仿, 沟通交流与争论而来。 所以,许多自动化的尝试 似乎还让整体灵活度下降。 相反的, 如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员工, 在环境变化时常常能运用 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技能与观点, 迅速应对,反应灵活。 话虽如此, 我们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方法解决AGI的问题,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种迹象, 也尚未看到有人愿意投资, 大举投入研究这个领域。 目前, 产业重点依然旨在于广泛收集资料数据, 以及靠着机器学习技术, 将一些狭隘的任务自动化。 这种商业策略造成的经济问题很明显。 当人类并不如有时候想象的那么无用, 智慧机器也不如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们就只能得到差不多凑合着用的自动化。 代价则是让一大票劳工失业, 却无法实现之前的承诺, 使生产力收益大幅提升。 就连对于企业本身, 这样的自动化也不见得能提供什么好处。 有些企业知, 所以采用AI有可能只是在跟风。 像是前面曾引用的前AI科学家艾伯托罗梅洛就说, AI拥有强大的行销威力, 让许多企业根本没搞清楚原因就开始使用, 人人都只是想要搭上这股AI的潮流。 现代版的原型监狱, 现代AI还有另一种常见用途, 能说明在拥抱自动化技术, 收集大规模数据之后, 如何形成一个具体的科技发展方向, 让企业获利多一点, 却同时让社会与劳工损失惨重。 使用数位工具来监控劳工并非新鲜事。 1980年代初期, 社会心理学肖沙纳祖伯夫 对受到数位技术影响的劳工进行访谈, 当时劳工就常抱怨管理阶层加强对他们的监控。 一位办公室职员就说, 数位报销系统已经成为管理阶层监督我们的工具, 他们甚至能知道系统每分每秒的变化。 但当时的技术如果与现在相比, 只是小屋见大屋。 以亚马逊为例, 靠着收集大量送货员与仓库员工的资料数据, 再搭配演算法, 就能重新调整工作方式, 以增加生产效率, 将作业干扰降到最低。 亚马逊是美国第二大民间企业雇主, 支付的最低薪资比沃尔玛等其他几间零售商还高。 但基本来说, 在亚马逊工作称不上是一份好工作, 因为劳工必须遵守许多严格的规定, 适应快速的工作节奏。 此外还会不断受到监控, 要求员工的休息时间不能太久, 次数不能太多, 而且随时都得使尽全力。 根据近期的报道显示, 许多亚马逊员工因为未能达到公司期待而遭到解雇, 有些员工被自动解雇的原因, 甚至是根据AI所收集到的资料。 虽然亚马逊对这种说法表示异议, 一位劳权倡议者就说, 我们一直接到劳工的投诉, 表示他们不断受到自动化系统的监督与管理, 根本是被当成机器人来对待。 这不仅让我们想起边庆的原型监狱设计, 不仅可供监狱参考, 也是英国早期工厂的典范。 只不过18、19世纪时的工厂老板 还没能做到持续监控的技术, 而亚马逊做到了。 一位在纽泽西的亚马逊员工说, 他们基本上能看到你做的所有事, 而且都是基于自身利益。 他们不把你当人看, 这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这些高度监控的环境不但让人觉得受辱, 还相当危险。 根据OSHA给近期一份报告指出, 2020年亚马逊仓库员工每工作约20万小时, 就会出现6起重伤案件, 几乎是仓储业平均数字的两倍。 其他研究更发现, 特别是在耶旦节这样的营业旺季, 员工的受伤率更高, 因为公司会把员工盯得更紧。 亚马逊还会要求送货员与承包商 安装一款名叫Mentor的应用程式, 好让亚马逊进行密切的追踪与监控。 他们最近还进一步宣布, 会用更多AI工具来追踪送货员。 至于联邦快递与其他货运业者 也会收极大量员工的资料数据, 定定严格地排成限制。 这样紧迫盯人的管理, 让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送货员似乎总在与时间赛跑。 这种广泛收集数据的做法 现在正扩展到白领职业, 例如雇主会追踪员工 使用电脑和各种通讯设备的时间。 雇主确实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 以确保员工认真工作, 不会损坏或滥用公司的机器设备。 但在传统上, 靠监控让员工好好工作 只是一种方式。 更理想的方式则是 培养劳资双方之间的善意, 例如给予合理的薪资 或是提供员工福利与便利。 例如, 当雇主或主管发现 员工某天不太舒服, 主动表示愿意让他休息, 而怀抱善意的员工 也会愿意在必要时刻 工作得比平常更加卖力。 至于监控这种方式, 则是让雇主能削减薪资, 以迫使劳工做更多工作罢了, 是一种经济租移转活动, Rent Shifting, 也就是不将生产力收益 与劳工共享, 只是把经济租 从劳工身上移转开, 最终几乎或完全 不会提升其生产力。 以AI来进行经济租移转的 另一个方式是工作排程。 劳工享有自主权的一大关键, 就是能够明确切分 工作与休闲的时间, 以及能预测未来的工作排程。 以速食店员工为例, 要是他们知道自己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四点下班, 对于时间就会有高度的可预测性 及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但如果经理突然得知 今天下午四点会涌进大批顾客, 他可能会怎么做? 他或许会限缩员工的自主权, 要求员工四点之后加班。 但他有权利这么做吗? 答案与否取决于几项因素。 第一项因素是制衡的力量, 劳资双方可以透过集体协商 避免出现这种要求。 第二项因素是基于双方的善意 以及彼此认定可接受的职场规范。 第三项因素是在公司拥有的技术上 是否能提前预测需求 并安排时程调度。 然而,如今特别是在服务业, 制衡的力量已经荡然无存, 对劳工自主权展现善意 及尊重的规范也早已消失。 剩下的障碍则是技术, 但是也已经被AI 与大量的资料数据所克服, 为灵活调度铺平了道路。 现在,许多顾客导向的产业 都不再定定规律的上班时间, 例如上午8点到下午4点, 而是订定临时契约 Contract与即时调度上班时间的做法。 所谓临时契约, 就是企业不再承诺员工 每周的正常工时, 并支付固定薪资。 至于即时调度, 则是让企业能在工作前一天晚上 才通知员工, 要求他们隔天提早到班或延长工时。 而且,有些企业还会在短时间内 临时取消排班, 这种做法可能会让劳工的收入减少。 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 都是因为资料处理与AI技术 像是Kronos这种科技公司 推出的排班软体, 让雇主能够预测可能面临的需求, 而强迫员工配合与适应。 这种做法若走到极致, 就会出现所谓的关开店。 指的是同一名员工前一天半夜负责关店, 没过几小时又得负责开店。 这种管理方式, 同样也是管理者在AI工具的协助下, 迫使员工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要求, 只因为雇主觉得这样最符合企业的需求。 弹性排班与劳工监控有许多相似之处。 最重要的是, 这两种属于差不多凑合着用的技术, 让劳工付出极高的成本, 却没能让生产力收益大幅提升。 相反的, 企业靠着强加更多监控, 无需建立劳资之间的善意, 还能借此削减薪资。 但实际上, 这种做法无法提升生产效率, 因为当薪水少了, 劳工非但不会把工作做了得更好, 还可能因此失去动机, 让生产效率下滑。 至于靠着弹性排班, 企业确实能透过在尖峰时间增加员工人数, 在离峰时间减少员工人数, 来增加略微收益。 但无论哪种情况, 劳工感受到的沉重负担都大于生产力收益带来的好处。 一位签订临时契约的英国劳工就说, 职业上没有任何发展, 我已经工作六年半了, 但工作内容一成不变也没有获得升迁, 我完全没有机会升职。 我问过, 是不是能去进修来帮助升迁, 得到的答案却是, 想都别想。 不管劳工付出的成本有多高, 企业得到的生产力收益又有多低, 那些一心削减成本, 仅仅控制员工的企业, 还是会不断要求采用更多AI技术。 而紧抓着AI幻觉不放的学者, 也非常乐意继续提供企业最新的技术。 我们该认真思考的是, 除了运用数位科技在不间断的自动化和劳工监控上, 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当数位科技被用来协助辅助人类时, 就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而且这件事情早有名证。 一条没获选的路, 人们在诠释近期或遥远的过去历史时, 经常出现一种决定论的认知谬误, 认为已经发生的事都必然会发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 历史本来就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路径, 科技的发展方向也是如此。 目前第三波AI浪潮的主导路线, 大量收集资料数据不断推动自动化, 同样是众多发展路径中的一种。 实际上, 这是一种代价极度高昂的选择。 这种遵循着精英人士对自动化与监控的偏爱, 大幅损害劳工经济生计的路径, 转移众人大部分的心理与研究, 因而忽略其他对社会更有益的通用数位技术。 接下来, 我们会谈谈过去有些强调机器实用性的 典范。 他们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有机会促成未来的丰收成果。 其实早在达特茅斯会议之前, 马森理工学院博学多文的诺伯特·维纳, Wiener就曾提出一种不同的愿景, 他将机器定位为人类的辅助工具。 虽然机器实用性一词并非维纳所提出, 但这个概念确实是从他那边得到的灵感启发。 他认为, 我们真正希望机器带来的帮助并不是难以捉摸的智能或高阶能力, 而是要能帮助人类实现我们想追求的目标。 而当我们把重点放在MU而非AI, 更远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 维纳曾指出, 从图灵以来一直妨碍实现自主机器智能梦想的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要超越并取代人类并不容易, 毕竟机器模仿生物的成效总是差了一些。 就像维纳在谈其他议题时曾说的, 一只猫最棒的实体模型就是另一只猫, 或者最好就是同一只猫。 第二,自动化会对劳工直接产生负面影响。 维纳说得很好, 别忘了, 不论我们觉得自动机器是否可能具有情感, 在经济上完全等于是种奴工。 而任何劳工如果需要与奴工竞争, 就得接受奴工的经济下场。 第三,自动化的推动也意味着科学家与技术人员 有可能无法控制科技发展的路线。 维纳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 人类的行为就是在做出反应。 我们总是依据身边发生的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然而, 一旦我们打造的机器, 接受资讯的反应速度快到我们跟不上, 我们意识到, 何时该关掉机器时已经为时已晚。 这一切并非无可避免, 我们确实能够好好驾驭机器, 让它们为人类服务, 扮演我们的帮手。 维纳在1949年曾为纽约时报起草一篇文章, 她去世后, 部分内容曾在2013年发表, 写道, 我们可以抱着谦卑的心, 在机器的协助下过着美好的生活, 也可以抱着傲慢的心, 就这样死去。 接着, 两位身距远见的人结下维纳的智慧火炬。 第一位是约瑟夫·利克莱德。 他致力于鼓励他人, 以科技发展刺激生产力的提升。 利克莱德本来学的是心理学, 后来才转为研究资讯科技。 他提出的想法成为后来电脑网络 与互动式电脑系统的关键。 他在1960年发表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 《人机共生, Computer Symbiosis》, 清楚阐述他的愿景, 就算到了60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值得参考。 特别是他强调, 相对于人类而言, 运算机器的速度快速又极为准确, 但每次只能执行一项或少数几项基本作业, 人则是灵活的, 能够根据当下得到的新资讯, 临时重新设计自己。 第二位延续维纳愿景的人是 道格拉斯·恩格·珀, 他同样主张对于机器实用性的早期概念, 希望让电脑对于一般人也能容易上手, 方便操作, 相信当电脑能够提升人类处理复杂, 急迫问题的能力, 就能带来最大的改变力量。 恩格·巴特最重要的一项创新是电脑滑鼠原型。 1968年12月9日, 一场由美国电脑协会与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 TRONICS联合举办的展示会上, 恩格·巴特向众人介绍他的新发明。 这场展示会过程精彩无比, 后人称之为所有掩饰之母, Mother of all demos。 恩格·巴特的滑鼠是由滚轮木质本体与一个按钮组成,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今天的滑鼠, 但连接线是由底部拉出, 确实和老鼠有些神似。 这个滑鼠大幅改变多数使用者能用电脑做的事。 这项创新的发明也让贾伯斯与史蒂夫·沃兹尼克·Warsnack的 Miteintosh电脑, 一举超越其他以微软为基础的个人电脑与作业系统。 恩格·巴特在会场中还展示他的其他发明, 例如超文本,推动现在的网际网络, 点阵图荧幕, 让其他界面变得可行, 以及早期的图形使用者界面。 特别在全路的支持下, 恩格·巴特的概念还继续推动其他几项科技进展, 许多对于麦金塔及其他电脑的发展至关重要。 维纳·利克莱德与恩格·巴特三人所提出的愿景, 虽然风头远远不及今日的AI幻觉, 却为未来丰硕的数位科技奠定良好的基础。 想要理解这些伟大的成就, 以及为什么这些成就的讨论度远不及今日的主流典范, 就得先谈谈MU实际的运作方式。 机器实用性如何实际发挥作用? MU有四种, 彼此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类型, 让数位科技辅助人类为人类赋能。 第一种类型是运用机器与演算法, 提升劳工在现有工作职务上的生产力。 这就像是让熟练的工匠拿到更好的枣子, 建筑师拿到电脑辅助设计软体, 就能让生产力显著提升。 除了靠新工具, 也可以透过改善机器设计来提升生产力。 所谓人机互动与人本设计领域正是在追求这样的愿景, 认为机器,特别是电脑, 需要有某些特性以便让人类使用时发挥最高生产力。 而且他们设计新科技时, 也会着重在提升人类的便利与使用性。 新的数位科技如果能达成这种愿景, 例如恩格巴特的滑鼠与图形使用者界面, 就能成为贾伯斯所谓心智的脚踏车, 使人类的技能得到拓展。 因为这种类型的MU是让机器的能力为人服务, 也就是让人类智能得到辅助。 目前,这种类型的MU已经累积相当丰硕的成果, 但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努力。 虚拟实境与扩增实境工具看来大有可为, 可以提升人类在规划、设计、 检查与培训之类工作的能力。 然而,相关的应用绝不只限于技术与工程方面的工作。 对于目前技术与工程界的共识, 李开复所做的总结是, 未来的机器人和AI技术将全方位进入我们的生活, 承担绝大多数商品的制造、运输、设计、 以及行销等方面的工作。 虽然如此, 正如第八章提过的, 德国工业4.0计划靠着采用新的软体工具, 就让生产力成长表现亮眼, 以更高度的灵活性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境与需求。 日本制造业正式发挥这种潜力的翘楚, 即使许多企业已经引入或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机器, 还是非常重视灵活性, 强调让员工参与确策。 衰先提出这种路线的爱德华、 代明与维纳、利克莱德、恩格巴特等人有着同样的愿景。 日本制造业能够走上这条以品质为中心的灵活生产路线, 代明、鞠躬绝尾, 在日本得到诸多殊荣, 更有以它为名所设立的代明Jaze。 目前,虚拟实境与扩增实境, 为这样的人机协作开发了许多新的可能, 包括帮助人类处理各种精密的工作, 提出更具适应性的设计, 以及拥有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灵活度。 第二种类型的MU甚至更重要, 也是我们在第七八章所关注的重点, 为劳工创造新的工作任务。 以先前提过的福特汽车为例, 制造商把部分生产过程自动化, 将工作方式调整为量产, 但由于过程中也创造新的工作任务, 于是对于技术与非技术劳工的需求不降反升。 49.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数位科技创造出许多新的技术与设计工作, 虽然企业多半是以数位自动化为重, 而虚拟实境与扩增实境 也将在未来带出更多新的工作任务。 至于在教育领域, 演算法的进步也创造出新的工作。 40多年前, 以撒埃西莫夫就指出当前教育体系的问题。 如今,大家所谓的学习是从外贯注的, 所有人都被逼着要在同一天在课堂上 用同样的速度学习同样的内容, 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同样一堂课对某些人来说太快, 对某些人来说则太慢, 对某些人来说根本是走错了方向。 埃西莫夫写下这些话的时候, 个人化教学。 这个词汇还只是尚未出现的理想, 除非要对每个学生进行一对一教学, 否则根本不可能实践个人化教学。 但如今,许多教室都已经配备 有实现个人化学习的工具。 51.事实上,只要重新配置现有的数位科技, 就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用来处理工作任务自动化的统计技术, 也能用来及时掌握哪些学生在学习上碰上困难, 或是可以学习更进阶的内容。 借此,因材施教,调整课程与教学。 根据教育相关研究显示, 这样的个人化教学成效显著, 而且对于弱势学生的效果最大。 例如帮助低射精背景学生提升认知与社交技能, 在医疗照护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适当的MU能大幅增加护理师与其他医疗照护人员的专业能力, 尤其在基础卫生保健、 预防医疗与低技术医疗应用方面最能发挥用处。 第三种让机器强化人类能力的MU,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越显重要。 人类能否做出好的决策, 几乎总是取决于得到的资讯是否准确。 就连发挥创意, 有时也得仰赖能够及时取得精准的资讯。 所谓创意经常需要从既有方法与设计当中 找出前所未有的新组合, 根据眼前的证据与推理加以验证, 再慢慢推敲改进。 当人类能透过科技精准过滤并找出各种有用的资讯, 执行任务上更是如虎添翼。 上述这种辅助人类认知的典型U粒子 就是全球资讯网这个资讯系统, 一般认定是由英国电脑科学家提姆·伯纳·李所发明。 52. 在1980年代晚期, 由全球电脑互相通讯连结而成的网际网络 已经存在大约20年, 但一直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能够存取这个网路上的资讯宝藏。 后来, 伯纳里与比利时电脑科学家 罗伯特·卡里奥合作, 共同将恩格巴特的超文本概念 拓展成超连结, 使每个网站上的资讯 都能与网际网路上 其他相关资讯相连结。 两人共同写出史上第一个 能检索资讯的网页浏览器, 并将它命名为World Wide Web 或是简称为Web。 Web浏览器是人机互补的重要里程碑, 人类自此能取得其他人类创造的资讯与智慧, 达到前所未有的成果。 这种类型的MU还能实现更多应用, 让人类无论身为劳工、消费者或公民 都能得到更全面的资讯。 以目前我们熟知的推荐系统来说, 它能整合大量资讯, 将重要的部分展现在使用者眼前, 协助他们做出决策。 第四种MU的类型, 则是使用数位科技创造新的平台与市场, 而这也可能是秉持着维纳、利克莱德、 恩格巴特等人的愿景最重要的应用方式。 经济生产力与合作及贸易密不可分, 经济活力的一大重点就在于 把具备不同技能与天分的人聚在一起, 而数位科技对此大有帮助。 印度南部的卡拉拉邦就是运用数位科技的绝佳案例, 当地的渔业靠着使用行动通讯而脱胎换骨, 在当地的一些海滩市集上, 渔民虽然能丰收而归, 却碰上渔产需求不高的困境, 即使免费也没人想要, 最后只能任由渔获腐烂。 但就在短短几公里外, 另一个海滩市集却正好相反, 即使渔产价格飙涨, 消费者却依然无鱼可买, 整个市场效率低落。 卡拉拉邦于1997年引进行动通讯服务后, 渔民与批发商开始透过手机获取沿岸各市集的供需资讯, 大幅减少价格分散与渔获浪费的情况。 这个故事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显而易见。 通讯技术促成一个高度整合的渔获市场, 而且相关研究更证实, 渔民与消费者都因而共蒙其力。 数位科技还能创造出新的连结与新的市场。 有些平台正把握这样的契机, 像是2007年在肯亚推出行动支付服务系统的M-PES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使用者只要透过手机, 就能获取便宜又快速的金融服务。 该系统推出短短两年, 已经有高达65%的肯亚人口使用。 M-PESA后来更将事业版图扩展至其他几个开发。 中国家,据估计, 这些经济体都因此获益匪浅。 Airbnb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它创造一个崭新的商业模式, 扩大消费者旅游住宿的选择, 进而与连锁饭店形成竞争关系。 即使AI自动化应用在翻译领域已经颇为成功, 但还是有一些运用科技为人类提供辅助的其他做法。 举例来说, 在提供翻译服务时, 除了完全依赖通常品质不佳的自动化翻译系统, 我们还能打造一个平台, 让需要更高品质语言服务的顾客, 能够找到全球各地真正符合资格的优秀多语益者。 换句话说, 新平台不必是仅限于金钱交易的类型。 第十一章就会谈到平台可以采用去中心化的数位结构, 推动形式更广泛的合作专业知识的共享与集体行动。 前面提到的几项AMU成果, 可说是数位科技最具成效的应用, 也引导出许多创新, 但就目前整体的AI发展主流方向而言, 这些都只算是边缘的应用。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Institute估计, 2016年全球对AI的支出总额为260至390亿美元, 而其中高达200至300亿美元都来自美国与中国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 遗憾的是, 就我们所知, 这些支出多半都用来进行大规模资料收集, 为的就是发展自动化与监控。 那么, 为什么科技公司不去研发, 既能帮助人类, 又能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呢? 这可能出自几个原因, 但都能让我们看到背后几股力量的制衡运作。 以前面提到的教学领域为例, 创造新的教学任务之所以能发挥用处, 在于能为人类如教师带来有意义且高薪的工作。 但如果创造新的教学任务, 意味着经费吃紧地学, 校还得挤出更多经费来, 那么学校可能会宁可把钱用来取得新的演算法, 用来进行线上教学或线上评分。 尤其在美国, 大多数公立学校就像其他现代企业组织一样, 一直都致力于控制劳动成本, 也越来越难开出名额来招募更多教师。 医疗照护领域也是如此。 虽然美国在医疗照护领域已经投下4兆美元, 但医院还是有预算压力, 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 更是遭遇严重的护理师慌。 如果让新的技术提升护理师的技能, 增加能够处理的项目, 意味着还得再设法找到更多护理师 提供更高品质的医疗照护。 这种观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项关键。 如果只有缺减成本, 另一项挑战则是, 能整合与提供资讯的新平台与新做法, 也有可能造成新形态的剥削。 举例来说, 全球资讯网, 除了为使用者提供实用的资讯, 却同时成为传播数位广告 与错误资讯的平台。 而各个平台为了赚钱, 也经常运用推荐系统, 刻意将使用者引导到特定产品。 此外, 数位工具虽然可以为管理人员提供资讯, 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但也更容易监控员工。 AI的推荐系统有时候可能会整合, 甚至强化现有的偏见, 像是在招聘时或是在司法体系中的种族歧视。 至于工程与送货平台的种种规定, 也可能对缺乏保护或工作保障的劳工进行剥削。 因此, 就算是看来大有可为的人机互补应用, 实际使用情况还是要看市场诱因, 请科技领袖的运景就可还有一些损失。 此外, 人机互补的应用还有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 受到图灵测试与AI幻觉的影响, 这个领域的顶尖研究者会以等同于人类为目标, 并且以为这比μ更值得重视与尊敬。 但这样的想法会使创新的方向有所偏离, 只是设法将工作任务从劳工手中夺走, 转交给AI城市来处理。 再加上大型企业组织提供的金钱诱因, 鼓励研发能够削减成本的演算法, 这时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不适当技术之王, 为AI幻觉付出代价的不只是工业化世界的劳工与公民。 尽管过去50年来, 许多开发中国家的经济已经有所成长, 但仍有超过3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6美元, 光求三餐温饱就不容易, 遑论提升住宿、医嘱与医疗照护的品质。 许多人希望能用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 觉得当欧洲、美国或中国开发新科技之后, 就信能移转能移转到开发中国家使用推动当地经济成长。 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也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关键, 因为开发中国家运用先进科技生产的产品之后就能消往国际。 像是南韩、台湾、摩里西斯与近期的中国, 这些经济快速成长的成功案例, 似乎证明这样的理论确实可行。 这些国家都在三十多年间达到每年超过5%的人均成长率, 而工业技术的运用以及对世界市场的出口, 也都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 然而,开发中国家究竟是否真能从技术的发展中获益, 又是如何获益? 情况通常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包括法兰西斯·斯图尔特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在1970年代发现, 技术进口不只可能行不通, 可能使不平等与贫困更加恶化, 原因在于将西方的技术直接引入开发中国家, 常常并不符合当地需求。 从非洲的农业就能看出这种问题。 农业技术研究的经费几乎都是来自高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 研究的主题则多半是自古以来挥之不去的问题, 像是作物害虫与病原体。 据估计, 全球农业产量可能有高达四成是毁于这些病虫害。 举例来说, 欧洲玉米窝主要破坏西欧与北美的玉米, 在研究上得到许多关注, 已经研发出具抗性的作物品种, 包括5000多项生物技术专利及各种基因改造品种。 在研究上同样受到关注的问题, 还包括西方玉米根虫, 西方美国与西欧部分的地区的羽绵林虫, 曾是美国棉业的主要威胁。 然而在非洲与南亚, 当地农业面临的是不同的害虫与病原体, 因此西方的研究实在贡献有限。 像是非洲玉米朱金亚, 危害着当地的玉米。 沙漠蝗虫, 则让非洲和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所有作物都饱受摧残。 这两种害虫严重影响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力, 但受到的关注却远远不及, 相关的申请专利极少, 也没有基改作物。 整体来说, 对于低收入开发中国家的问题, 相关研究资金与创新的数量少得可怜。 据估计, 要是把针对西方病虫害的生技研究主题 转向开发中国家的病虫害, 全球农业产量可能大幅提升42%。 像这样对新作物与农药的研究都以西方农业为主, 就属于引进不适当技术的例子。 斯图尔特强调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病虫害本身, 而在于新的生产方法有多么资本密集。 举例来说, 无论是制造业中极为复杂的工业机器 或是农业的联合收割机, 都不一定符合开发中国家真正的需求。 开发中国家的资本稀少, 它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经济成长的过程中 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是好的就业机会。 供给与需求的配合不当, 会让经济发展付出昂贵的代价。 到头来, 新技术有可能因为不适合开发中国家, 或因为太过昂贵而无法应用。 美国研发的农作物品种其实很少出口到较贫穷的国家, 除非两国的气候与病虫害极为相似。 而且就算将先进国家开发的新技术引进开发中国家, 好处也十分有限。 因为接受新, 技术的国家或许并不具备高技术劳工, 无力维修或操作那些新机器。 此外, 富裕国家进口的技术常常又会形成一种二元结构。 有一个高度资本与技能密集的产业部门, 能付出优渥的薪酬。 但同时又有一个规模大的多的部门, 却提供很少好的工作机会。 总之, 引进不适当技术, 非但无法减少世界的贫困, 反而可能会加剧西方左派间, 或是开发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许多开发中国家已经将这些问题列为当务之极。 20世纪最具颠覆性的创新 就是由一群墨西哥、菲律宾 与印度研究人员倡议的绿色革命。 西方虽然也曾发明新的水稻品种, 但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土壤与气候。 直到1966年, 菲律宾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I-28, 这项突破才让菲律宾的水稻产量迅速翻倍。 I-R-8与其他和印度研究机构合作研发的品种迅速传到印度, 让印度的农业彻底改观, 某些地区的产量翻了十倍。 而另一项重要协助则来是 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国际资金 以及科学家的领导, 特别是农业学者加诺曼·布劳格, 拯救超过十亿人免于饥饿, 因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如今我们看到不适当技术之王正以AI的样态降临, 但这次并没有像绿色革命那样强大的力量能与之抗衡。 更没有多少AI研究人员愿意勇敢承担起 布劳格当年所扮演的角色。 南韩、台湾、中国等地之所以能减轻贫困, 使经济高速成长, 并不只是因为引进西方的生产方式, 而是因为有了新技术之后, 能够更有效运用人力资源,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才得到经济上的成功。 此外, 国家也愿意投入更多教育经费, 让人民的技能跟得上技术的发展。 但AI目前的发展方向却排除了这种路线。 出现数位科技、机器人科技与其他自动化设备之后, 全球生产制造对技能的要求更高, 也改变国际的劳动分工。 举例来说, 在许多主要为低教育程度劳工的开发中国家, 已经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这个过程的下个阶段依然是AI的舞台, 但依据AI目前的发展路线 并不会为贫穷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多数人 创造工作与机会。 因为这时, AI需要的是资本、高技术劳工, 甚至是更高技术的服务, 例如管理顾问与科技公司的服务。 而这些正是开发中国家最缺乏的资源。 如果看看出口导向型成长与绿色革命的例子, 会发现, 这些国家常常拥有丰富的资源, 能带动经济成长, 减少贫困, 但如果技术是沿着AI幻觉所指示的路线发展, 这些资源将成为一座是不去开发的宝山, 冲层社会。 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 当时大多数英国平民并没有政治或社会权利。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双层社会中, 进步与生产力成长的方向, 一开始就让几百万人的生活条件更为恶化。 这种状况要等到社会权利的分配发生变化, 技术的进程改变, 进而提升劳工的边际生产力时, 情况才逐渐改善。 同样关键的是, 透过各种制度与规范, 保障经济租共享, 确保企业在生产力成长的同时, 提供劳工的薪资。 到了19世纪下半叶, 这场关于科技与劳工权利的辩证, 也开始让英国社会高度阶级化的本质有所改变。 在第六第七章中, 随着科技领导地位的转移, 我们的讨论焦点也从英国转到美国。 在20世纪, 美国科技的演变更果决地朝向提高劳工边际生产力的方向前进。 而随着美国的科技与创新传播至全球, 不仅促成大规模生产, 并让数十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崛起, 为美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打下共享繁荣的根基。 过去50年, 美国一直走在科技的最前端, 其生产方式与实物, 特别是数位创新, 如今仍传遍全球, 但现在的结果已与过往大不相同。 随着权力逐渐集中在大公司手中, 促使经济租共享的制度与规范解体, 加上技术在1980年左右开始朝着自动化发展。 美国的共享繁荣模式也无以为继。 在上一波AI浪潮袭来之前, 这一切都在持续进行。 一个难以撼动的愿景, 推动着要用科技实现工作自动化、 监控与剥削劳工。 早在2010年代之前, 我们就已经踏上回归双层社会之路。 而随着AI幻觉愈演愈烈, 我们也看到这个过程正在加速。 现代AI使科技精英手中的工具功能增强, 创造更多的方法让工作自动化, 并且号称能够做到像是提高生产力, 解决人类各种主要问题等等好事, 让人类边缘化。 在AI的协助之下, 这些科技领袖更加觉得 没有咨询社会大众意见的必要, 甚至认为大多数民众的才智平庸, 连什么东西对自己比较好都不清楚。 数位科技与大企业的结合, 创造出21世纪中叶, 一位又一位亿万富翁。 而随着AI工具在2010年代日益普及, 他们的财富甚至翻倍成长。 但这些AI工具并没有像科技先进所说的那样, 带来令人惊叹的生产力及效率, 相反的, 以AI为基础的自动化, 常常对生产力的提升颇为有限。 而更糟的一点在于, 还根本无法创造共享繁荣。 尽管如此, 富豪与企业高层依然对AI趋之若鹜, 因为它不仅削弱劳工的权利, 还找出新的方式, 把与人有关的资讯用来大发力士。 请见第十章。 在这个疯狂使用数位科技将工作自动化, 并对人类进行监控的过程中, 上述这些问题都被人们所忽略。 正因如此, 我们才会用AI幻觉来称呼现在这个愿景的新阶段。 这场幻觉在接下来十年间还会更为强大, 因为未来还会开发出更强大的演算法, 全球的线上连结也将更为普遍, 而且种种家用电器及其他机器也会与各种云端服务连结, 并允许更广泛的资料搜集。 如今, 我们正一步步走向威尔斯比下时间机器里未来的反乌托邦。 社会被分化成两个阶层, 上面那层是赚取庞大财富的大富豪, 他们坚信所拥有的财富都是靠着自己惊人的天分所赚取。 下面这层是一般大众, 被科技领袖认定为容易出错, 不如由机器来取代。 随着AI渗透到现代经济的层面越来越广泛, 让人不期尽猜测未来这两个阶层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 所幸, 这一切绝非必然。 数位科技的功用不只是用于工作自动化, AI工具也不是不加思索的使用, 进而使目前的趋势加剧。 至于整个科技社群也不必被机器智能所迷惑, 而不去思考如何加强机器实用性。 这条科技道路并非不可改变, 目前正在打造的双层社会也绝非无以回避。 靠着重新分配社会权利, 重新定位科技发展的新方向, 就可能帮助我们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 这样的改变需要透过由下而上的民主程序来实现, 但令人不安的是, 民主也正在遭到AI的破坏。 Poet 1836, Egan C421, Altorin Arine, 或643, 早从资本主义和下段, 众人对劳动世界, 先出自一的第一节,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World of Work, 事实上靠着降伍节的 Threatened Jobs Jobs Less Than Fear Mongers Claim, 一片光明, 取自第一节的标题, 出自Luchton 2022, 这同时也是McKinsey Talks Operations 这个Podcast的文字介绍。 这句话出现在麦肯锡网站的 Capabilities Operations, Our Insights下, 完整网址请见日的参考文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公布的报告, 明确认同AI可能导致人类工作机会减少, 例如参见Mannica L. 2017, 本段引文接出自Anderson & Rainey 2018, 本段7,本段引文接出自Gates 2008, 关于AI的各种定义, 请参阅Russell & Norvig, 这本重要的教科书提供 几种不同的AI定义。 9,关于亚卡尔的织布机, 参见Essinger 2004, 10,关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参见AIIM 2022, 罗斯的引文参见Rose 2021, 关于RPA有好有坏的结果, 参见Traffler 2018, 关于各种日常任务的分类, 参见Otter, Levy Asmoglu & Otter 2011, 关于预测AI能处理将近50%的工作, 出自Frey & Osborne, 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askin 2020, PAC出自李开复对021的序言, 在英文版第赛V页, 关于可能会被AI取代的企业与机构, 以及AI会对这些机构所开出直缺数量 有负面影响的相关证据, 可参见Esmoglu, Autor, Hazel, And Restrepo, 关于工业机器人对工作的整体影响, 参见END 2020A, Black Sun Tooling的背景可参见Izakson, Chapter 2, 出自Turing 1951-105, Flop 15出自Turing 195-1447, 16关于消化压与机器土耳其人的背景, 可参见Wood与Levitt, 17关于达特茅斯会议参见Izakson与Markov, 8出自Heaven 2020, 出自Romero 2021, 出自Simonite, 21出自Taylor, 2011, 22差不多凑合着用的自动化概念出自Esmoglu and Restrepo, B, 23关于墓鼠和尤加顿半岛的其他适应做法, 参见Henrich 2016-97-99, 关于无红绿灯的街道, 参见McCone, 新智理论请参见Baron Cohen, Leslie and Frith, 1985, Tomasello, 1995, Sapolsky, 2017, 关于对社交技能的需求, 日益成长, 参见Deming, 出自Hinton, 在影片零底29出, 但凭心而论, 新顿确实还接着说, 也或许还需要10年, 关于这项预测目前的进展, 参见Smith and Funk, 其中指出, 然而在美国职业的放射科医师人数却是增加, 而非减少, 从2015年到2019年增加约7%, 事实上, 现在有放射科医师短缺的现象, 而且预计未来10年内还会更严重。 关于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的诊断, 以及AI演算法与专家的配合, Bloomer, Koradog, Obermayer, and Malinathan。 关于Google自驾车部门负责人的愿望, 参见Freed2015, 关于马斯克对自驾车的评论, 参见Hawkins2021, 关于超级智慧的参见Bostrom, 参见Bostrom, 关于AlphaZero, Larsen对目前AI处理智能的方法提出值得深思的批评, 也强调智能的社交与情境面向。 另请参见Tomasello, 精彩的整体讨论, 虽然他并没有用到社交智能与情境智能这些术语, 有关智能的社交与情境面向, 更多讨论请参见Anne Sperber, 于7, 云一球。 关于社交智能参见Rigio, 2014, Henrich, 2016。 Barsary关于GPT Sveinstein的缺点, 参见Marcus许多参考文献都曾讨论过度配饰的问题, 包括Russell & Norvig, 包括Russell & Norvig 09。 Everett, Scrandle则提供更整体的讨论, 我们对于过度配饰的定义较为笼统, 包括有时会归类为错位的概念, 只是无法不从样本中一些不相关的面向找出模型, 也就无法做出推论。 其他参考文献请参见 Fara316对弹性排班零时契约与关开店提出整体的讨论, Zudon's Ease 2019 piece。 出自Rosenbluth & Wiener 1945, Sember 41出自Wiener 1954月62, Fertys出自Wiener 19601357, 43出自Wiener 1949。 44关于维纳所起草的专栏文章, 以及为什么有60多年都未刊出, 解释请见Markov 2013。 苹果麦金塔的故事与约瑟夫·利克莱德的背景, 请参见Izakson。 利克莱德的发言直接取自Licklider 1960。 关于以人为本的设计, 更多资讯请参见Norman 2013, 特别是Schneiderman 2002, 关于机器智能两种愿景的对比, 更多资讯请参见MARF 2015。 机器实用性如何实际发挥作用? 本节内容是以ASMG为基础。 I has. 李开夫的评论出自021, 关于智商与在技术及非技术领域成功之间的关系, 参见Strengths。 出自Asimov, 1989267, Bloom, 1984, Banergy, Kohl, Linden, You're already 林庆, And Ganymian, 都讨论个人化与适应性教学的好处。 另请参见ASMGlue 2021的讨论与其他参考文献。 关于全球资讯网起源的更多详细资讯, 参见2014, 关于手机对卡拉拉邦渔业影响的讨论, 是以Jensen 2006为基础。 关于M-Pesa, 参见Jack and Suri, Asimov, Jordan, And Whale, 提供其他运用数位技术构建新平台的范例。 2016年全球对AI的支出总额, 估计出自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关于法兰西斯斯图尔特的想法, 参见Stewart 977, Basu and Whale, TPU, U-Asimoglu and Zillibar 01对于不适当技术, 有较新的讨论。 Moscona and Sastry 讨论新作物品种对不同害虫及病原体的抗性, 也提到有些创新的例子是以美国与西欧农业为目标, 结果不适用于非洲的条件。 农业上的例子也出自Moscona and Sastry, Oting RR。 关于绿色革命, 参见Evanson & Gohling 3, 关于诺曼布劳格, 参见您已久。 Asimoglu and Zillibar 01 讨论不当技术对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影响。 本节内容使用本章参考门线开头列出的列结一般性资料。 Oting R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